随着疫情解封,滨海公路的大型车辆和小型车都明显变多 不过据统计,近期的车祸事故率明显增多 小则车辆差撞,大则车辆全毁还导致交通中断 对此地方都很头疼,该如何减少车祸意外的发生 瑞芳区区长多次与各单位讨论,严拟各项改善措施 未来也可能朝区间测速进行 但还是需要驾驶人放慢速度,小心慢行才是上上策 那针对台河县其实近期的车祸发生率 其实从去年跟前年比已经增加23%,那也有300多件 那其中在毕斗里跟海滨里这个区块其实是没有路灯的 那近期公所召集我们包含中央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还有我们地方的医院办公室,还有我们就是当地的里长 以及我们围管的那个中央的公路总局来协调这整个案子来如何推行 瑞芳区区长表示,近来台二线滨海公路的车祸事故不断 两年下来至少有300件的大小车祸 其中海滨里和鼻头里路段沿线没有路灯 近期就有邀请相关单位多次商讨该如何降低滨海公路的车祸事故 那目前研疫的部分就是在路灯的部分会去想办法来增设 那近期的部分包含在所有的指标的部分 就是公路总局跟我们警察局这边来协调装设 那比较长期的部分就是在区间测速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会想办法来装设 那近期包含在三角架的一个取缔的部分 警察局这边也会就是增加这个频率 来降低整个车祸的一个发生率 来维护地方的安全 学长表示现阶段会先争取部分路段的路灯增设 来提高夜间能见度 还有指示告示牌也会加强 针对长期的部分也不排除执行区间测速来维持交通顺畅 警方现阶段也会加强超速取缔 以赫止驾驶人开快车的行为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